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 今天再度重扁了1.33角 收在34.808元 逼近35元关卡 连续12天扁值 新台币是不是已经超扁了呢 央行总裁彭怀南 还是老话一句 汇率交由市场决定 不过工商界人士认为 内需和外销应该要求平衡 不但要照顾出口商 也得要顾及进口商才对 已经过扁了 已经超扁了 我希望就是中外银行在这时候 要有一个能够稳定市场的力量要出来 立委邱毅炮火猛烈 对准央行总裁彭怀南 就是因为新台币已经连续12天扁值 彭怀南强烈捍卫央行立场 汇率是一个价格 原则上我要由市场机制来决定 但是如果因为偶发现的因事 或季节性的因事 而使市场实际自信的时候 中外银行会维持外卫市场的自信 尽管彭怀南把一切回归到市场机制 但看看20号新台币兑美元汇率 一早以34.675元开出 盘中最低价位来到了34.85元 最后是以34.808元兑换1美元作收 贬值1.33角 成交量为6.8亿美元 大航公司董事长林卫山就指出 新台币这一波贬值面板已经开始涨价 但是货币政策还是要平衡看待 不等要照顾出口商 也要顾及进口商 你说韩国贬的那么多 有力出口 不过这样的话 它进口的时候它也比较不利 对不对 所以要一个平衡 这个这个 我说以前早年那时候 台币是1比40 我们这个很难想象 这再回到那么那么 那么贬的那么多 台币连12扁 民众跟进口商都大叹 钱变薄了 央行这回没有出手足扁 35元这个宽卡 似乎也是岌岌可危 同新闻最后报导 美国政府砸大前旧经济 不过美国股市却不给面子 美股三大指数周四全均覆没 道琼指数盘中还跌破了 11年来的新低点 收盘更是跌破了7500点大关 创下了6年来的最低记录 美国加州1430亿美元的预算案 终于过关了 其中的420亿美元的庞大预算赤字 决定从2010年加税 大侃州政府支出 还有举债的内阁部长出状况下台 接二连三的压力 让麻生最近出现了疑似 忧郁症的症状 根据日本杂志的报道 麻生不但失眠 暴瘦 还焦虑到一直咬指甲 专家建议他最好赶快就医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最近可以说是厄运连连 先是经济景气危险好转 使他的民意支持率掉到只剩下个位数 接着财务大臣中川昭一 在国外记者会中出现酒醉的囧态 而被迫辞职下台 根据2月19号出刊的最新一期 周刊新潮报道 麻生最近出现了失眠 暴瘦与咬指甲的情形 因此有医生认为 这和忧郁症的情况很像 建议麻生最好赶快就医 报道中指出麻生从上任到现在 体重掉了5公斤 从画面上来看 左边是麻生刚上任时的容貌 和现在相比 可以看出脸庞已经销瘦不少 而麻生过去都是腰杆挺直 意气风发 最近却经常弯腰头背 虽然支持率低迷 加上健康不佳的传言 但是麻生却无意辞职下台 日本政坛人士认为 如果麻生继续坚不请辞 反而让在野党 在下次国会选举当中 有胜选的机会 东森新闻陈昌辉报道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您持续锁定东森亚洲台 我们有详尽的报道 同时也请您继续收看 后半个小时的东森中国新闻 全球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温淑梅 欢迎你继续收看 这节东森中国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心 今天的新闻重点 广西记者采访噪音工厂 遭工人严接追打 就连感到支援的警察都不放过 被迫鸣枪侍警 大陆出现了山寨广告 业者剪接造假 诉求金童贝克汉 激怒李维 成了壮阳药的代言人 南京最近出现 这么一台全球限量的跑车 外形酷炫得不得了 但车牌却被警方给吊销了 原因是这跑车上头挂着的 竟然是美国加州的车牌 根本是违法上路 灰色的车身前面布满 金黄色火焰花纹 后轮更是一般车的两倍大 这辆绝无仅有的跑车 出现在南京市的停车场内 我刚才已经舍了两个小时了 在这个地方 干嘛舍了 万一我们赔不起啊 太贵了 为这么小心翼主要是这台跑车 价值不菲 它是克莱斯勒猎兽 全球限量1000台 价值约台币1500万 厉害的是在大陆地区只有这一台 不过可惜的是这辆高档跑车还没上路几次 车牌就被警方给吊销了 原因是这车牌上面竟然写的是California 美国的车牌而不是中国车牌 让警方都相当傻眼 看来车主在耍帅耍酷前还是记得要合法 才不会糾大了 东森新闻南京综合报道 记者采访这个违法的新闻 不过自己也身陷险境 最近有广西的当地记者前往采访工厂噪音扰人的新闻 居然就被工人沿街追打 就连赶到现场支援的警察都被围攻 被迫鸣枪示警 追逐电视记者才刚到工厂门口 就遭遇到厂方的暴力推挤 混乱中挂彩 甚至还被强压进厂房扣留 警察闻讯赶来 厂方居然用两辆大卡车 把大门口封锁 不让警车开入 最后连警察都被攻击 被迫鸣枪示警 这时有另一位报社记者也赶到了现场 正准备要举起相机拍摄时 而30名工人突然一涌而上 拳打脚踢 从制高点的镜头来看 一堆人在车来车往的大马路上 一路追打记者 显向还生 难道警察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几分钟后 另一辆警车赶来支援 远警才刚下车 更夸张的一幕出现了 厂方人员一个箭步 冲上去把警察的搜针设备给抢走 警察还来不及反应 制止了也没用 这家工厂简直是目无王法 虽然之后道歉愿意赔偿 但是殴打记者攻击警方 这刑则可是躲不掉 东南新闻综合报道 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最近推出了精品购物节 超优惠的折扣最低下沙一折 开幕当天短短6个小时就涌进了3万人 尤其是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游客 全都大排潮龙 就为了抢名牌